这一篇科博之的测验是科技篇有关于人工智慧的内容 我们从第一个部分来开始分析跟讲解 Have you ever imagined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 Imagine就是这个想象过 Ever就曾经 所以这个是在疑问句里面常常会配合一个ever 你有没有曾经如何如何 想象什么事情 后面就是名词子句连接词用let来引导 动词后面的句子我们成为名词子句 做Imagine的这个秀词 也就是想象的内容就是在后面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曾经想象过 You can chat with a robot 你可以跟一个机器人聊天 Challers就是跟什么聊天 Instead of 而不是 或者是翻成取代代替 A real person 一个真正的人 就是说你有没有想过 通常我们都是跟真人在聊天 可是呢 现在因为有人工智慧 有那个机器 这个聊天的机器人 所以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情境 哎呦 很不可思议 所以他问说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啊 你能够跟机器人聊天 而不是一个真人 这是主题句的部分 这句就要来说明这个情况了 发展句 The techniqu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rtificial是人工的 intelligent就是这个智慧 所以我们缩写成AI AI就是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我们讲的人工智慧了 他说啊 The techniques Technics是技术 什么技术啊 AI的技术 人工智慧的这个技术 那主词就在这个地方 因为of是 借系词片语 那家具我们要选的是动词 在这边动词 become 什么become mature mature是很成熟了 webot就是机器人 mature成熟 他说啊 AI的这个技术 已经很成熟了 所以这个地方啊 已经很成熟 应该就完成式了 所以我们用主词是复述 后面动词要用复述 用have become 这是现在完成式 有没有have 有 答案就来这个地方 那么 为什么 二跟四不可以 那么二当然不合理 因为主词是复述 动词要复述 复述就是用have 三跟四的区别在哪里 第四有一个be表示被动 所以科技人工的这个技术已经变得很成熟 这个是主动的现象 不是说被变成 这个是不对的 所以要选三用现在完成式 已经变得很成熟了 家具因为很成熟 所以下面的现象就一直会呈现出来 他说啊 Many companies 很多的公司 什么公司 后面用一个search us 来举例的search us 就是专门用来举例的举例到这个地方举出三个 比如说Google 还有Amazon Yamazon 还有Apple 苹果 这三个大公司 动词在这边 所以我们看这个比较深的文章 一定要抓到主词跟动词 那么中间有插入一个片语 这是额外补充的 主词在这边 动词在这边 have created have created就是已经怎样 create是创造出来了 smart 这个smart就是 聪明的 智慧的 voice assistance voice是声音的assistant assistant就是助手 所以这三大公司啊 Google Amazon 跟Apple 苹果 都三大公司 都已经创造一些 智慧的 声音的那些助手 语音的助手 那么语音的助手 也不清楚是什么内容 因此在英文的表达上面呢 马上不清楚的地方 就会添加关系子句 用letter 摆在名词后面 这个句子我们称为关系子句 那么目的就是要来补充说明前面的名词 那摆在动词后面的 letter 字句 我们称为名词子句 做授词来说明你想象的那些事情 想象的内容等等 那这个是关系子句来补充说明 什么叫语音的助手 好 这个letter 字句一直 哦 蛮长的哦 一直到这边才结束 所以我们来慢慢的看 那这种智慧型的语音的助手呢 好 letter 就是来代替这些语音的助手 这些语音的助手 can understand 好 所以呢 你如果是用apple手机 它会有一个siri 你讲话大声一点 它就会回答 你有什么事吗 要我帮忙吗 这就是语音的助手 他们可以understand what you say 可以了解到what you say 就是你所说的话 他们了解 再来第二个 search for answers 他们也会搜寻这个答案 解答 什么答案 什么解答 to your question 对于你的疑问 对于你的问题的答案 他们搜寻 比如说在apple的 这个手机里面 你如果要找某某人 你只要跟他讲名字 他马上就会帮你找 他的那个手机的号码 那这第二个 第三个 and complete some task 并且第三个 会完成一些任务 一些工作 什么任务 什么工作 他是根据 按时依据 根据你的instruction 根据你的这个指令 根据你的指示 来完成任务 你跟他讲 你要做什么 他就会帮你完成 你要求的那些 这个事情 那这个地方呢 有出现一个很棒的 一个写作的模式 就是说 这个关系子具 利用三个动词 来衔接 第一个 他讲三件事情 一可以了解你所说的话 二他可以search for 可以搜寻 你所提的疑问的 问题的那些解答 第三个 在第三个动词之前 一定要加一个and 这是a b and c 好 c就是第三个 第三件事 他还可以完成一些任务 什么任务 根据你的指令 来完成一些 你所这个要求 他做的一些任务 那么第二个答案 就比较不容易挑了 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 complete是动词 动词一 动词二 动词三 所以这个答案 不会是动词的 所以第四个 有一个r 这有动词 这就错了 那么a也是动词 也错了 剩下就是 2跟3 那么二 这个同学可能会误会 说老师 这个是动词的过去式 嗯 不对 这个是不定词 他的原句是这样子 老师就把它写在后面 他的原句呢 应该是说 我们用红色的笔来写 他会完成一些任务 这些任务呢 which 好 这个是根据 based on 这个r based on 这个on 是在这样子 这是一个片语 bbased on 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动词片语 是依据 根据 的意思 那么这边呢 没有用纸句的模式来写 他把which 省略掉了 r也省略掉了 他用批语的方式来呈现 来表达 所以呢 which are 省略掉 就剩下一个based on 那on在这里 所以呢 我们这个要选的答案 就是best 如果你是用纸句来写 如果你选第四个答案 那前面就落掉了一个which which就漏掉了 所以第二题 很不容易挑的一个答案 老师就很详细的做一个分析 好 你看 这个是人工智慧有那么多的一个好处 家具 more recently 那么最近呢 more recently checkbot checkbot是什么意思啊 这个就是聊天 这个bot是robot 这两个字 连起来形成一个单子 就是checkbot 就是聊天的机器人 哇 你到日本的百货公司去 门口都会看到聊天的机器人 这样子 好了 主持在这边 checkbot在这边 那么后面 我们一定要找动词 可是 这个whoch是插入 你看 逗点 逗点 有没有 逗点 逗点 摆在主持后面 这个就是插入一个关系指句 插入的关系指句 就是要补充 说明主持的 说明这个 那主持在这边聊天的机器人 动词在哪里 动词就在后半段 在这个地方 这样子我们文章才看得清楚 那么选答案就比较好选了 他说这个最近聊天的机器人 好 这补充说明了 会计就代替聊天的机器人 聊天的机器人呢 他是 computer program 他们都是属于computer program program就是电脑程式 由电脑程式来控制的 好 with AI technique on app app就是运用程式 所以这个聊天的机器人 他是一个电脑的一个程式 他有 with就是有 有AI 有人工智慧的一个技术 在这个运用程式里面 所以 聊天的这个机器人 他就可以按照 你讲话的内容 他了解 他会给你回答 他会给你对谈 好了 重点就是在这个 主要就是里面有一个电脑的程式 应用程式在里面 那聊天的机器人呢 have been developed 已经被发展出来了 这是现在完成式 中间有一个病就表示被动 已经被发展出来 被研发出来了 那被研发出来目的在哪里 后面是in order to 是表目的的片语 以便为了要呈现出 present是呈现出来 表现出来 useful information 呈现出一些 有用的一个资讯 讯息 那么你问机器人 机器人就会呈现出 你问他什么 他就回答什么 这个就是很实用的一个讯息 很有用的资讯 就会呈现给你 什么时候呈现给你 whatever users whatever当这些使用的人 request要求的时候 好了 这个就是额外添加一个 指句 这个表时间 复制止句 whatever是不论在什么时候 不论在什么时候 user使用聊天机器人的那些使用者 在要求 在要求 要求什么 要求这个东西 好 所以呢 我们要先看一看 这个 这个是代替什么 当使用的人 要求一些讯息 比如说你跟机器人讲说 机器人 请你告诉我 厕所在哪里 他听懂 他就跟你讲 请你往前走 然后走转 他会告诉你 所以这个需要求什么 要求资讯 要求讯息 所以这个是代替前面的 useful information 那useful information information是不可数的名词 所以我们是用单数 因此第三个答案 要选的就是it 这个才是符合我们句子前后文的一个内容 它是代名词 代替useful information 这个就是第一部分有关人工智慧的讲解跟说明